《寒灰死火》 那么这个心静佛心理不执着了 不纠结了 那佛就献起来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道理啊 是容易懂 但是你真的把它做好 不容易 怎么样 是修行嘛 修行就是改变 这是第二 第三 修不静观 这个俗地上是有静会的 其实说来说去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吧 那么九想观 什么叫九想啊 九孔留不静 人的九个洞 每个人都有 留的都是不静的东西 所以可爱吗 不可爱 夏天不洗澡 你不洗澡 我告诉你身体发臭 白骨观 每个人都是窟窿 可爱吗 不可爱 当然这个 尤其是出家人 每次每刻都要去观想 那么各层污浊之物 臭皮囊 对吧 这个佛经里面 都是臭皮囊而已 臭皮囊里面包的什么 污秽吗 这是事实吗 对吧 内装腥臭 白骨观 观头是窟窿 胸骨即四肢骨 诸一观之 观心成熟 所以你的欲望 还有吗 一点点就清了淡了 转化 对吧 所以文殊佛塞 就为了渡人 化成一个美女 然后别人 就赶紧跟着跑 突然间这个人 就死了 这个美女死了 死了开始浑身发架 精子 然后就开始生躯了 然后那个什么苍蝇 什么都来了 什么绿豆营都跑来了 这也不可爱了 对吧 可爱是我们的心 我们心在纠结 迷失了自我 对吧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 其实你的贪爱就转化了 就升化了 对吧 若平日不休对质 平时你不对自己的贪心啊 怎么样啊 欲尽从缘 即为尽所作 所以你说你度众生 对吧 结果是众生把你度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信徒 和出家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也要 我也要 这是需要 不是我们不讲情和理 情和理都是要讲的 入情入理 中道圆融 对吧 可以接触 但要有度 对吧 那么就像 我告诉我们的出家人 人家问你这个问题 你要回答 你回答恰到好处就可以了 然后你没完没了地回答 甚至留人的电话 没事跑人家里去 你要麻烦 对吧 我告诉你 你要麻烦 佛教要麻烦 对吧 这个就是问题 要有度吗 大家都自在啊 对吧 有问题说 说完 拉倒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要纠缠 很简单的事 对吧 所以围境所转啊 人都这样啊 境界来了 所有的佛法都忘得九霄云外啊 对吧 什么无常 我全都没有了 对吧 以上三法 实时绝照 绵绵用功 实时地用这个智慧来绝照 凡思自己 凡行自己 改变自己 绵绵用功 就是一直都坚持 对吧 常使政治现前 忘情脱落 所以你 觉悟现前嘛 忘情脱落 就是你那种执着啊 那什么都改变了 所以是习气净死 自然本地分光 对吧 习气就是你要改啊 习气很难被改的 对吧 我们总是要改的 我们不是完人 但我们一定要学完人的 因为你要学佛 就学完人嘛 佛不会这样做的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 对吧 那我们要反思自己啊 自然本地分光 那你就不会到处去跑了 到处瞎撞了 你就在家里 对吧 就可以了 当然你 或者这个寺院 在需要的时候 你就来了 不需要的时候 你别折腾 你折腾都折腾出 是非来了 对吧 进大地 无非如来法身 什么叫进大地 无非如来法身啊 就是 清清脆足 无非薄弱 欲欲慌慌 总是法身啊 对吧 那你 它都是有空性的 那空性就是法身的 对吧 任何事物 你要透过现象 去看本质 你不要去着象 你着象就完了 思路一条 必须轮回 你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就笑了嘛 无所谓的 抵抗力就有了 对吧 现在我们成不住气 见着是 听风就是雨 见着什么 就相信什么 那你就错了 你上当了 你受骗了 你需要觉悟啊 对吧 所以扬眉顺目 皆是法事 对吧 所以这个 佛教讲啊 这个 什么叫羊眉 一粒眉啊 发脾气 顺目 低着头 眼睛闭上 都是佛事啊 我个发脾气 和对你的慈悲 都是佛事 对吧 所以你不要认为 这个和尚怎么发脾气 发脾气就对了 不发脾气 我告诉你 早被人家给俘虏了 你不觉得吗 对吧 那这人特别好 我告诉你 麻烦就来了 对吧 我告诉你 有点性格 有点棱角 大家都打出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他能坚守自己的信仰 你以为是个人代表个人吗 请问 我们个人代表个人吗 如果你要有这种观念 你一定是个好佛教徒 你发现就是我的事 不是别人的事 跟佛教没关系 我告诉你 你有责任的 你以为你代表你 我代表我吗 不是的 当你说我是佛教徒 你就有责任 你说我不是佛教徒 那你就更有责任 你连自己是佛教徒 都不敢承认 你是什么佛教徒 你说我是佛教徒 好 那你像个佛教徒 你是个佛教徒 那你做好一个佛教徒 对吧 当然了 做佛教徒是要吃亏的 是要吃苦的 对吧 这个不是说着玩的 对吧 有人说我是佛教徒 比谁还自私 比谁还自负 比谁还洗洗毛病一大堆 那我告诉你 你表的法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 佛教徒都是这个德行 我们千万别学 你不觉得可怕吗 我告诉你 你是把大家带坏了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责任 无论出家人 在家人 你不要认为 说我没有责任 你怎么能没有责任 你在庙里听了半天 你回家怎么还称王称霸 对吧 那不可以的 对吧 那么如此 你就转化了自己的思维 转化了自己的行为 转化了自己的轮回 岂不快在 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 对吧 历史练新啊 佛教反对 说是断灭啊 佛教反对自信友啊 那么反对自信友 就不执着嘛 反对断灭空 就负责任嘛 那么自信友和断灭空 是两个极端 所以告诉你 色即是空 同时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不要去纠缠 空即是色 请你负责 历史列记 从这里开始 你要跑到外边找什么 本地风光嘛 谭虚老和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佛祖家当 本地风光 不要到处瞎跑 那有人就是憋不住 对吧 到处瞎跑 没故事整故事 最后大家 哟 不得了了 头脑都发烧 眼睛都往一处看 看来看去上当 对吧 前些日子 我听说何永江有一个和尚 要往五台山去拜佛 我就走 所有人都大家都在吵 我说你冷静点 你让他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如果他是真正的发心去吵五台山 他一定不需要大家跟他瞎吵 瞎起哄 如果他是假的 我告诉你 那就是骗子和傻子 如果是真的 我告诉你 他一定是需要简单 他不需要复杂 那不觉得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头脑亢奋 我们是有病的 你以为我们没有病吗 对吧 没有病你怎么能轮回呢 对吧 所以要反思自己 对吧 这是廉池大师的第二笔沟 那么廉池大师的第三笔沟 身世苍游 莫为儿孙坐远忧 一夕燕山斗 今日还存否 他毕竟有时修 总归无后 随时当人 万古藏如旧 因此把贵子兰孙一笔垢 哪有永远 哪有永恒 都是过客 对吧 那么这里边的所谓的仓是指仓毒 游是指坠流 对吧 这个长疮了嘛 这个里边都冒出了一个什么水啊 那个毒啊 那个瘤啊 长个瘤 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就跟那个 仓流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这个臭皮囊嘛 对吧 有的是不高兴的 有什么不高兴的 对吧 你能主宰这个身体吗 对吧 年轻的时候还可 对吧 这个薛奇方刚 老了老了不行 身不由己 对吧 最后还都死 对吧 天天 为什么有一些老年人上当受限 老人跟你讲啊 这个治什么病 那个治什么病 一服药就如何了 让你什么青春永度 让你长远不老 没这事 我告诉你 我都不信这话 但是有人为什么 因为你脆弱啊 你老贪啊 所以你信啊 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药 放在那里 也不解决什么问题 对吧 事实上是这样的 都骗老头老太 对吗 对吧 那么说我们这个身体啊 就如同仓毒坠流一般 使自己受苦受罪啊 那么就是身是罪硕啊 这个身是罪恶的根本啊 对 你要知道 没有这个身 你哪有这个轮回啊 对吧 所以老子说 我有大患 未无有身 我若无身 我何所居 佛教就要打破 我法二指 你老认为你是实在的 你错了 对吧 你是错觉 你错觉你要改变的 改变你才可以解脱的 对吧 身是苦本 这都佛经理说的 身是苦的根本 对吧 对吧 所以我在北京开玩笑 说那个 哎呀 法师啊 你这个读金刚经啊 没有我像 人像 宙生像 兽者像 你把你那点待遇给我吧 反正你都没四像了 那不行 对吧 每个人都这样 不行 是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说一套 做一套 那么即便是 对吧 我们行了 我们在世俗地上 是不可以打破规则的 比如伦理道德 你是不可以违背的 你们可以去找借口的 对吧 找借口说 我不执着了 不执着了 你可以胡来吗 不可以的 对吧 那么不要为儿孙去做马牛 对吧 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为儿孙做马牛 所以很多老人呢 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活得更好一点 拼命地省吃俭用 最后都怎么样 这个儿孙呢 就败家了 对吧 所以古人说 富国三代 你要想一想 那是讲道德的人 第一代创业 第二代守业 第三代败家 现在怎么样 现在马上有钱了 马上就败家 这事多了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 对吧 所有的都依赖 他平常要努力 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我为什么要努力 我为什么要去争取 所以你把他害了 你真的害了 对吧 自古凶财多磨难 从来是弯固少尾难 那你还是让他受点苦 对吧 受点累 他自己才成长 否则 那么所有的就把他灌坏了 他还努力吗 对吧 从前燕山人 就是河北省 那么斗鱼军 费尽了心机 千辛万难 交界五个儿子 这五个儿子 争气 明扬天下 了不起 叫斗鱼军的 那么今日 什么也不存在 哪儿去了呢 那五个儿子呢 后代呢 都没了 对吧 那英雄豪杰的后代 在哪里呢 也没有了 也都碌碌碌 有也都碌碌碌而已 对吧 就如同水中的泡沫 虚幻的影子 刹那几灭 过去了 是非成败 转头苦 青山依旧在几度西洋口 这人生不都这样吗 大江东去浪淘尽 全国风流人物 都过去了 都不断地在过去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 是虚于变化的 没有可恋 早期制度 修得制度 赶紧想着自己改变自己 千万不要把自己误了 要觉悟 我们人人本居的真如本弃 这个就是诸法实相 我能照见无因皆苦 就能度一切苦 很多人的苦恼 来自于自知 执着自己的实战 如果你不把自己当回事呢 你就不执着了 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化解 因为你有抵抗力 当你有抵抗力的时候 你会出现奇迹 这个很重要 对吧 那么都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 真如本性啊 其实就是空性 都是永恒长存的 是不生不灭 不苟不尽 不增不减的 我们读心经不就这样的吗 任何所谓的这个 没有生 没有死 他超越生死 没有过没有尽 但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有分别执着 没有增加 没有减少 佛就是这样的 你给佛拜佛 佛也不感动 你不去拜佛 佛也不生气 也不烦恼 这就是佛 有人老琢磨 佛 佛是不是高兴了 佛是不是不高兴了 你学的不是佛 你学的是佛 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今天很多人 学的就不是佛 很有意思 说我是佛教徒 是佛教徒知道 佛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你学什么佛 那山寨的 对吧 那么所以 为什么我们 不去求正子 尊敞 静妙本地分光的 当下呢 所以你当下就自在了 你为什么老纠缠过去 老妄想未来呢 没有对当下负责呢 那就是因为 你没有智慧 你也没有慈悲 所以老去琢磨 别人对你的不好 而不去反思 别人曾经对你的好 我们经常会找借口啊 那一个不好都不好了 对吧 那所有的好都是错的呀 这是个问题呀 对吧 一个打98分的孩子 被揍了 为什么呢 原来打100分 对吧 那么一个打60分的孩子 他鼓励呀 为什么呢 他原来打50分呢 一家打60分 哎呦这个好 对吧 你想想这是不正常的 对吧 这个我们衡量人的价值观念 不是固定的 对吧 人们允许啊 浪子回头 不允许一个好人 做一点有缺陷的事 常常如此 我们呢 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管好我们自己 不要恪求于别人 当然如果是一个集体 我们还要率先取范 你是老好人 你就领不了这个头 你还得不怕得罪人 对吧 你怕得罪人 你当什么头啊 都是老好人 那你怎么能当一个好官呢 对吧 那是不行的 对吧 而常忘情于后代贤达的痴情乎 老是天天琢磨 又我的孩子 我的儿子孙子 光中药族 对吧 那一厢情人 我告诉你 他要不给你惹事 他要不蹲监狱 那就不错了 我说实话 谁不希望望女成凤 望子成龙啊 有几个人家长 父母不是这样的想法 都是 但是 都得面对现实 最后的结果 哎呦 他只要健康 他只要不给我惹事 阿弥陀佛 他常常是这样 对吧 事与愿违啊 你愿望啊 那个这个 这个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不给你争气 你一点脾气都没有 对吧 更多话 凭什么我给你光中药族 凭什么我要给你 出人头地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现在的孩子 有几个愿意 吃苦吃亏的 没有几个啊 所以吧 希望啊 这个寄托在子孙 成龙成凤的 痴情妄想啊 一笔勾销 拿去笔 把它勾掉 对吧 当然有人说 那么勾掉不管了吗 要管 对吧 随缘去管 差不多就行了 对吧 你就纠缠什么 对吧 人的身体是由四大合合的假象 看外表啊 每个人都相貌堂堂 茶区内 浓血兴晦 生老病死 人人难免 你也免不了 我也免不了 对吧 所以有人说高松大德 无非他的想法 对吧 豁达 他不再纠结 对吧 那么一般的人呢 他整天的斤斤计较 怕死怕活 对吧 所谓的佛教徒 死就死 活就活 死 死去活来 解脱自在 活着担当责任 立实立心 那这就是佛教徒 从来不回避 也不逃避 对吧 死了 死了就放下 活着 活着就腿起来 就负责任 对吧 片身苍有 寝息 这个身体不可靠 他老这个有病 对吧 不会长牛子 就生病 再不就长疮 对吧 犹如浮囊渡海 朝不保夕 什么浮囊啊 那个这个羊皮阀 然后就渡海 那个羊皮阀 只要是针扎一下子 马上就灭了 人就得死掉 对吧 朝不保夕 哪天能够保证自己呢 所以这个佛教徒说 这个今天脱了邪腹 不止明天脱不脱了 对吧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就少烦恼 对吧 你就会解脱 要天天跟他做 人跟他 活不了一千 活不了一百岁 常常地想 一千年之后 怎么办呢 比如说 启人忧天 就是一个最优秀的代表 对吧 启国人 老族 天要是塌下来 怎么办呢 对吧 几千年过去了 天也没有塌下来 启人找不着了 对吧 哪能把这个宝贵的时光 都花在为子孙 选贵扬名的 这样的一个不真实的事情上呢 就拿窦燕山而言 虽然交成五子 民国海内 现在看起来 还不是舞台上的一场假戏而已 戏散后 空无所有 对吧 戏散了 演得很精彩 散了散的都没有了 对吧 那大家想一想 戏散了不就这样 高潮的时候 大家很激动 甚至落了眼泪 也很激愤 对吧 最后怎么样散场 散了大家都走 对吧 一灯也亮了 那个外面就都 门也开了 最后就散了 人开始琢磨那个味道 刚开始很强烈 对吧 可能回家好几天都在琢磨 整个这个故事的情节啊 对吧 就像我小的时候去看电影啊 就什么地理站地道站 学那个鬼子 什么那个画啊 什么之类的 学那个重要人物 决策的话 觉得很陶醉 他过一段时间 不也就过去了吗 能永远和永恒吗 没有 对吧 所以就像假戏一样 戏散后空无所有 生死路险 无常迅速 世间的一切都不长久 生命有限 得罢休时且罢休 得饶人时且饶人 差不多过得去 可以了 对吧 所以一个集体要维护一个规则 个人的恩怨要淡化 你对不起我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对不起这个信仰 不可以 这是底线 不可以 你要说你是佛教徒 你要负责任 你说你不是佛教徒 那我们就有无可奈何 再如你虽为儿孙着想 但后辈能体谅你的艰辛创业 继承你的志愿吗 所以说积财 肆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你把那个财产让子孙继承 子孙能守住吗 守住的 在很多收藏家 最后的为什么都捐给国家了 因为他子孙他都给你败了 他有情职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没有 他就捐给国家 那个才能够永久保存 所谓的永久是相对的永久 当改朝换代的时候 故宫不也烧了吗 对吧 那好多东西不都也没了吗 被人偷被人抢 故事多了 基书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赌 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个老师 他家里也有积蓄 他自己生活无忧 经常到流利场 古籍书店买大量的书 大量的书 太多了 房间也大 对吧 我们都很羡慕他 但是我们也很忧虑他 现在也很忧虑他 弄那么多书将来给谁啊 他自己的孩子未必去读啊 对吧 往往如此啊 所以最后的成了雷瑞 他看见那些书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对吧 留是留不住的 宋人又不甘心 那怎么办呢 对吧 无可奈何 常常如此 唯有基因德于冥冥之中 而子孙自食其报 所以让自己的子孙呢 给他们积着因德 让他们去做好事 对吧 做好事得好报 然后呢 利益这个社会 利益这个人情 有了口碑 那么你自己就会在这个社会之中 利于什么样 能挺得住 利得住 大家接受你啊 所以你才能够真正地 能够延续下来 要不然很麻烦 对吧 你常常会看到 那个家里很豪富的人讲 那个子孙败家 而触目惊心的 没有资本 怎么能败家呢 他败家都是 有点钱的人才败的 对吧 一个穷人 根本就败不了家 本来他就一无所有 对吧 那 孔子赞周易卫 赞叹周易说 这个 既善之家 必有于庆 既不善之家 必有于羊 对吧 你做好事得好报 做坏事 早晚都有事 对吧 这就是英国 英国之理 不可不知 虽然法无定法 却是自作自受 还要担当负责 对吧 法无没有定法 但是你要负责任 你不要去比啊 说那个家伙 他就没有受规则 但是他得到好处 所有的人都像这种 所谓不遵守规则 得到好处的人学习 这社会是没有希望 而这个佛教 也是没有希望 偷鸡取巧 不可能辞职以合 何况我们的身体 有几十年的故事 这个成本呢 其实太大了 所以林慈大师 告诉我们 一笔勾销 把贵子兰孙 一笔归销 把这个孝子前孙 一笔勾销 对吧 你不要打妄想了 你负责任就好了 对吧 过去讲一辈子不管 两辈子是 现在我们怎么样 要管 不管不行 不甘心 对吧 最后又管不了 最后怎么样 又伤心 最后感觉一笔勾销吧 别当回事了 你已经尽责了 负责了 对吧 那么 林慈大师的第四笔勾 独占凹头 慢说难而得意秋 金印玄如斗 声势非常久差 多少望持球 童言好守 梦觉 黄粮一笑无何有 因此把富贵公民一笔勾 这个林慈大师啊 他之所以勾完了 他自己出家了 他勾完了 自己没出家 那就打亡你了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个 也要向林慈大师的 七笔勾的内容 去反思改变我们自己 那么独占熬鱼头 比如金榜提名 中了状元 这是男儿最得意的时候了 对吧 过去有四起 这个四起是九汉冯干林 他向玉固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一时 最牛的 最得意的时候 就是金榜提名 对吧 那么 佩戴 佩画 金印如斗 什么斗啊 那个斗啊 过去那斗是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金印 那你说这官有多大 这个了不起啊 对吧 这还得了吗 这还得了吗 也很牛的 对吧 可以宣贺一时 但转瞬 即是 大家去想一想 从古到今 凡事 开革 远寻 就没有几个 有善宗 没有几个 不家破 人亡 对吧 比如韩信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善宗吗 对吧 都不尽人意啊 对吧 所以这个朱元璋 炮打青工楼 凡是一些工臣 他心里忌讳 不安全 对自己的统治 形成了威胁 不放心 于是都把他们害死 对吧 事实上不是这样吗 对吧 所以一个真正的 得意的人 能谦卑 不容易啊 这是我有功劳 但我谦卑地活着 没有多少人这样 都任性地活着 任性的结果就是 你自取其货 往往如此 我们怪别人 不能怪别人 要反省 规律是这样的 你凭啥要违逼规律啊 你违逼规律 你就自取其货吗 可怜啊 不长不久 嗨 多少人 白白花了许多功夫 耗在这功名之上 昔日童年 转眼白了少年头 对吧 所以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精神换发 对吧 我自己小的时候就自卑 那么突然间 我看我小的时候的照片 哟 我长得也很天真浪漫的样子嘛 对吧 现在一看不行了 对吧 人生就是这样 对吧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真是网之求啊 唯一得到安慰的是 我的信仰 我有一个归宿 我可以安慰自己 不然的话 都被浮明所累 对吧 你再成功 你再有成就 也不过是一个过客 哪有永恒 哪有主人呢 对吧 所以空碑切 对吧 莫等闲 到头来 黄粮梦醒 都是过眼烟云 人都是这样 眼光落处 一双空手见阎罗 所以这个亚历山大 一带大帝 称霸整个欧洲 临死的时候 他告诉人们 他说 在我的棺材里 挖两个洞 把我的两只手 放在棺材的外边 大臣不理解 那么什么意思 陛下 他说 我要告诉人们 我两手空空地来了 我又两手空空地走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 都明白 但是就是做不到 放下 对吧 放不下 纠结 对吧 奉劝金 百年魂是戏文场 轻刻一声锣鼓响 不知何处是家乡 你到哪儿去啊 对吧 什么叫锣鼓响 过去杀人 那叫锣鼓响 对吧 敲锣敲鼓的 头落地 到哪儿去 不知道 对吧 你不知道 你不麻烦了吗 对吧 所以何不早回头 把富贵公民一笔勾销 对吧 我告诉你 高处不胜寒啊 对吧 高处很危险啊 越是高处危险越大 官当得越大 危险越大 对吧 责任越大嘛 所以每个人啊 都忽略了 哎呀 光看到人权显贵 不知背后遭罪 对吧 常常如此 对吧 不知江湖显恶 对吧 常常如此 所以怎么样啊 何不早回头啊 把富贵公民一笔勾销 做个清凉汉 杀手往西方 畏惧不退 快乐无将 永远不生 永远不死 这是一劳永逸 不然的话 你今天死了 你今天哪怕做好事 你再做人 你也是人王地主 或者是富贾一方 哎 你是成名 对吧 你功名利路都有 那你还是无常 你还是过程 对吧 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再轮回 对吧 不要再轮回 才是解脱 对吧 寒窗十年 磨穿铁验 一旦中了状言 好不容绕风光 但风光如电 片刻也不能停留 对吧 所以拥有斗大的坚印 这生命威势 是不能长久的 对吧 世上有多少人呢 望自向外持求 求名求利 今日同言 转瞬间 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真如一场黄凉大梦 那么这个故事是 来自李洞宾 学成赶口 路过邯郸 住宿礼殿 那么遇汉中离 收他一个枕头 这是道家的 他为什么要赢他呢 其实告诉我们 人生无常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规律 那么 这个忽然呢 眷悟入梦 所以就李洞宾呢 就困了 窥了睡觉 睡觉怎么样 梦见少年呢 登地 什么叫登地啊 中了近视啊 出将入相啊 对吧 这个高官厚禄啊 对吧 显贵无比啊 后来打了败仗啊 贬官杀头 对吧 一梦惊醒 锅里的黄米饭呢 还没有煮熟 所以叫黄凉美梦啊 一整梦黄凉啊 不过如此 对吧 时间空间 无非就是我们把它 浓缩了 或者是把它放大了而已 对吧 由此吸了功名心 就去修道 去求仙 功名富贵 过眼烟云 切不要迷惑在这 幻梦之中 要知道降福必然造罪 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告诉你 你不想干的事 你不干行吗 不干不行的 可是你干了 有没有后遗症 有后遗症的 将来算账的时候 你买不买单 你要买单的 对吧 何况有时候 江湖规矩 你是身不由己的 所以知道啊 降福必然造罪 遭之后患 称为三世怨 生生相报 无有了情 所以当官的人啊 要珍惜当官的姻缘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对吧 你如果不造福一方 那么就会结怨结恨 所以当官的人 要有所作为啊 不要去混啊 混啊 这个 最后的结果 把生命混完了 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把它一笔勾销 所以莲池大师 用笔 把他一笔勾销 那么让我们走进 莲池大师的 第五笔勾 富笔王侯 你道欢时 我道愁 求者多生寿 得者 忧轻富差 淡泛圣真修 纳衣如秀 天地五楼 大岔何须 够 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 有房子有地 我告诉你 就是挂二 前些年 这个房子疯涨 所以马云后来说 十年以后 这房子就不值钱了 事实上是怎么样呢 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原来那个商店 那个商铺都很贵 现在我告诉你 马云的 这个所谓的 网络购物什么东西 就已经把商店 打得一塌糊涂 对吧 整个都颠覆了 所以说价值观念 一时一变了 无常迅速 家者田团 富笔王侯 家里的田团 比王侯都差不多 媲美王侯相比 没有问题 虽然是一件 欢喜高兴的事 生家看来 却是无尽的忧愁 因为他看的 都是远距远善 有距有善 对吧 距的时候 大家高兴 门庭若市 善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 谁都不去了 对吧 有了钱 虽然是享受 是自在 可是又怕去 被盗 被抢 又怕火烧 连自己的妻子儿女 往往也都不相信 也都蒙你 别扭 对吧 因为什么 彼此之间 都不信任了 一神一鬼 日夜忧愁着 害怕失去这些东西 所以佛说 钱是毒蛇 为什么 对吧 佛在经典里 就看到那个 草丛里有银子 对吧 佛说 毒蛇 阿南好奇 过去看 银子 毒蛇 旁边的人 很好奇 过去看 这银子 赶紧弄回家 弄回家 到这一花 一花就被抓起来 为什么 国库里的银子 是打着号码的 对吧 抓起来的 抓起来这个的行刑 哎呀 打得鬼哭狼嚎的 最后说 哎呀 毁不该不听 佛陀的话 原来真的是毒蛇 但是这个 那个国库里 马上说 所以你停下 那怎么回事 他说 哎呀 这个佛陀啊 说是毒蛇 阿南说毒蛇 我不信 所以我一看着银子 我就贪心 就把它弄回家去了 然后这个 官府 到那个佛陀那儿去问 问明白了之后 把它放回去了 原来是捡的 对吧 如果 对吧 不是捡的呢 如果没有人给你作证呢 如果不是遇到佛陀呢 死路一条 对吧 必须死 你到了国库的银子 还得了吗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人啊 保暖私淫欲啊 这个 你看这个 没有钱的人呢 家里头也比较和睦 有了钱呢 往往家破人亡 保暖私淫欲 对吧 有了钱呢 开始胡来 胡作非为 这样的事很多 他能够去使人们呢 广造恶意 对吧 所以 什么叫做恶意呢 他有了钱了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所以就身不由己 对吧 出茶淡饭 只要能吃饱肚皮 心中无求 快乐自在 胜过那美味加油啊 对吧 所以淡饭呢 就出家人吃了 反正硕士嘛 有人老问我 你看你那有营养吗 我说 我觉得不缺啊 对吧 往往缺的是感觉啊 是错觉 那不是这样吗 对吧 你说没营养 我认为不是 我们说白了都贪心 拿别的生命 作为自己的食物 这是公平的吗 这不公平 对吧 每每我看到那种状况 我心里都 非常不是滋味 众生如果平等 如果有人吃你 会当如何 对吧 你心里平衡吗 你不会平衡的 所以因果报应 没完没了啊 凭什么你要吃我 对吧 我没有办法 不可以恨吗 我不可以报复吗 那现在我报复不了你 将来我报复你 总可以吧 有人说 那怎么可能 那你等着瞧吧 常常如此啊 所以不要杀生害命啊 对吧 尽可能的吃素啊 简单就自在啊 对吧 你以为这件衣服好穿吗 首先我们自愿的要当和尚 首先你发心 纯正的要当和尚 你才对这个和尚这个身份 去负责任 你才真正的去 对吧 去弘法立身 唤醒更多的人 规范自己的行为 对吧 谁所住处 永远安乐 尽天地之间 无非是我安居的茅庐 这天地都是我的房子 对吧 要什么房子 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家了 对吧 而且不需劳心营造 因此把牢牢陆路 广致天才的思想 行为一笔勾销 对吧 我不要了 要他干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 我跟政府那个 跟市长对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是看庙的 我不是主人 我是过客 我不能买卖这个寺院 你不要认为是我的 你错了 哪里是我的 我看庙的 看庙的什么感觉啊 那客人嘛 对吧 给大家服务的 对吧 有人说你说的好听 事实上不是这样吗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看庙的 对吧 所以说钱多了 比王公贵族都不差 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吧 但是对我看来 钱财并不是福 往往因此而忧虑 发愁 多成烦恼 没有片刻安宁 没有安全感 对吧 为什么呢 有钱的人顾保镖啊 对吧 保镖有时候告诉你 把你害了 对吧 常常会这样 对吧 什么事都不是定法 为什么 没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不是这样的 对吧 有安全感的人 活得简单 活得自在 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跟你说 这个自卑的人 他老是想要 想证明自己怎么怎么样 自信的人 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有钱人千锋百计的 想赚钱 贪得无厌 绞尽脑子又怕 营业失利 思前虑后 忧心忡忡 坐卧不宁 财多累积 变成金钱的奴隶 哪能比受用自在 无忧无力的 修道人生活呢 对吧 所以前几天 我看了一个视频 李嘉诚 八十七岁 那个腰都弯了 一看呢 这也算是英雄豪杰啊 昔日风流都不见了 对吧 往往如此 绿阳芳草 骷髅寒 那应该是 大家都是过客 青菜豆腐 灼眼炒 粗茶淡饭 玉腐宝 日餐三顿能图腐 安乐自在 无烦恼 身穿百纳 无价宝 什么叫百纳 有破布一块块 连起来的 叫百纳 对吧 当然过去是贫穷 现在你 再弄一块块布 把它弄起来 那是桩啊 那是坑崩拐骗的 对吧 我说的是真话 现在哪有破布啊 没有啊 对吧 过去 那就是破布嘛 对吧 这个 过去 那个佛陀 说是粪扫衣 什么的 种坚 什么叫种坚 坟墓间的 死人穿那个衣服 把那个破布弄过来 弄过来 把他穿 把他缝上衣服 自己穿上 穿上干什么 干活 对吧 所以你想想 活得简单啊 现在故事多了 对吧 多了就麻烦了 烦恼就多了 对吧 满袍锦绣 多烦恼 对吧 责任大 故事多 烦恼多 对吧 天地 寄我 结毛处 天和地啊 这本身 就是最大的房子 你还不知足吗 对吧 你非得整个小房子吗 何必营谋 家园好呢 何必整什么 花园 这个那个 是很好 那不久居啊 能久居吗 我们之所以 今天要建造一个 庄严的这么一个寺院 其实是利乐友情 大家进来感觉 哎呦 这个庄很好 很舒服 所以你说话他信 整得破破烂烂的 你讲什么话他都不信 你这个庄整这个德行 也跟我说什么 我信吗 对吧 但是你不能太奢华 太奢华了 又麻烦 护一阵啊 宗道最好了 对吧 所以三门一起 就为庄严 不要整那么金光灿烂的 对吧 所以想一想 他是有道理的 对吧 若信三声 闲言语 管取快乐之道老 对吧 如果你相信了一个出家人 说的解脱自在的话 那么保管你快乐到老 到解脱 到自在 我想这是学书 阿弥陀佛